大家好,我是胖姐 今天我们来制作一个音乐轮播的相册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制作的效果 然后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我制作的过程 制作这个视频呢 我们首先要制作一个就我们常说的色卡 色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背景彩色图片返回一下 点击开始创作 点击开始创作之后呢 我们首先选择照片的功能 我们放几张照片进来 这个照片呢我们随意的放 也就是说我们放什么照片就可以啊 照片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在下方滑动找到比例 我们如果做竖屏就是9比16 如果横屏是16比9 咱们还是做竖屏的吧 9比16因为这种音乐相册 我们一般的拍摄习惯呢 还是爱用竖屏的啊 好我们把这个放好了之后 照片放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挨个这样滑走 我们屏幕上只要这个黑的就可以 但是呢我们选择第一张照片的时候 我们在下方滑动选择背景 第一个画布颜色 然后最左边的这个天冲色 我们可以第一张来个绿打高 好滑动到第二张照片这里 继续画布颜色选择 这个时候我们第二张呢 可以选一个红 好第三张照片 画布颜色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蓝 也就是我为什么放进来这么多张照片呢 我们把照片滑走它 其实我是为了要这些背景的颜色 好后面就不要了啊 大家看这样屏幕上呢 就出现了各种各样颜色了 然后我们在下方 我们在下方找到画中画的功能 选择新增画中画 素材库里边放一张白色进来添加 然后拿双指把这个白色扩大到 全屏都是白色 在下方滑动找到蒙版的功能 选择第二个镜面 拿手给它滑小 然后旋转它 旋转的左右都有 然后拉这个虚化 这个小虚线 这叫虚化 好的 来对勾 时长给它 从头到尾都有这个白色 好 这样就像一道光束似的了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白色 对它进行一下复制 选择我们弄好的这个白色 对它进行复制 然后拿手把它拽在画中画来 第二行画中画来 因为咱们复制的呢 它的默认到最后边了 我们把它拽到前面来 拿手给它拽 这样往前一点一点拽就行 好 拽过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白色旋转 在屏幕上再来一个位置 好的 这样呢 返回 我们再添加特效 画面特效这里 选择一个氛围 下面可以选一个月亮闪闪 好 打对钩 把这个时长给它拽满一点 然后作用对象 然后作用对象 选择全局 好 继续 返回 再来一个画面特效 滑动 后面有 后面有一个光 我们选择一个光 然后往下边滑动呢 这里有一个彩虹光运 好 打对钩 作用对象 继续给它选择全局 时长给它拽满 好 咱们就做成 简单的做成这种效果吧 然后我们就导出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色卡 点击完成 色卡制作好了 我们点击开始创作 把这个色卡添加进来 添加进来之后 我们选中主轨道 把主轨道给它来一个蒙板 选择矩形蒙板 然后拿手 给它滑动一下 选一个四方 长方形 选个长方形 好 选个长方形 选择下面这个反转 好的 打对钩 这样呢 然后我们选中主轨道的视频 咱们做好的这个视频 对它进行复制 复制了之后 把后边的这一截呢 选择切画中画 好 把它还是拿老方法 拿手拖拽到第二行来 好 然后选中我们拖中 拖拽下来的这个画中画 在下面找到蒙板的功能 直接点击反转 反转了之后呢 我们拿手稍微的对它缩小一点点 缩小一点点 然后再给它拉一点点的虚化 好的 一点点就行 这样呢 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好像一个立体相框的感觉了 继续我们选择新增画中画 选择照片的功能 把咱们准备好的照片放进来 先放第一张 这个照片我们是需要先对它进行一下裁剪 把它裁剪成竖的16比9 就是抖音这种类型的照片啊 拿手呢 把它放到屏幕中间这一块 然后这个照片我们默认的是三秒钟 这个时候我们手动给它拖拽到四秒钟啊 因为咱们照片一般放进来默认都是三秒 然后选中这一张照片 选择一个动画的功能 动画的功能 选择入场动画 然后我们选择放大 然后把时长给它拖拽到1.5 也就是1.5秒的放大 好 1.5选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下方滑动它啊 看着上面这个时间刻度到2秒钟的时候 打一个关键针 好 到第4秒结束的时候 拿手把屏幕上的照片滑动到左侧 好的 然后复制一下这张照片 选中它对它进行一下复制 复制了之后拿手拖拽到画中画的轨道来 让这两张照片对齐 把最后的这一个复制下来这张照片 最后的这个关键针呢 给它操作 把最后给它操作 滑动到右边来 好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张照片 从屏幕当中变大之后 一左一右这样的开屏效果了 然后我们把 这两张照片呢 再对它进行一下复制 复制了之后 往下继续放到画中画的轨道 把它放到什么位置呢 放到3秒钟的位置 看着上面的时间刻度 把它放到3秒钟的位置 好 然后选中这张照片 对它进行替换 替换成我们准备好的第二张照片 好 把我们替换的这个照片呢 进行复制 好 排下来 好 排下来之后呢 把后面的这一张 关键针往 另一侧滑动啊 一定要把 后面的这个关键针 往另一侧滑动 这样就会出现 两张照片 一左一右的这个效果 好的 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继续多替换几张照片进来 好的 再往后面继续循环这个操作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最后我们再添加一首音乐进来 这么着呢 我们的音乐相册就做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现在制作的效果 好的朋友们 今天我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我们明天再见吧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